长光部落春节联欢活动 各里外同乡会及在地部落居民 特别一一展演精彩的舞蹈 长光部落春节联欢活动 每年选择在大年初一几半 并由里外同乡会轮流成半 主要希望透过春节廉价 里外族人都回乡时 凝聚大家的情感 主要是为了要凝聚 乡民们在旅北或是旅中 或是旅南的那些同乡的 凝聚他们的一些感情 然后顺便再为部落做一些付出 然后去举办一些活动 活动并特别颁发敬老红包 给80岁以上的部落长者们 敬畏他们一生的辛劳 同时安排多项有气的竞赛项目 及精彩的晚会 活动充满惊奇乐趣 我们的状况是为了要凝聚 长光部落春节联欢活动 因新建活动中心及疫情的影响 特别停办了五年 今年再度举办 部落族人踊跃参加 除了参与所安排的活动外 并彼此交流互到新年快乐 原始新闻 把过了台东长兵采访报道